那我們來看看這個AE的話呢 你要怎麼做影片的輸出 各位如果你這邊做好了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要存存專案檔對不對 你必須要先把專案檔先儲存 所以我們看一下左上角 這邊 你就可以直接儲存 或者是SaveX都可以 那 我們在AE裡面呢 它可以儲存成舊的版本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可以儲存成舊的版本 那你要先知道它的版本 這邊就不是用什麼SaveX啦 這樣去分類 你可以看到我們Health裡面 關於AE 我們現在學校裝的是哪一個版本 是不是SaveX 2019 這個就是16 有看到嗎 所以2018就是15 2017就是14 這樣有沒有了解 原則上它只能 往前存 大約是2到3個版本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太舊的話 抱歉它就沒辦法儲過去 你就只好 先存了這個版本 再用這個版本打開之後 再往前存兩個版本 不過呢 有時候你這樣做的時候 除了最新功能會不建議外 有時候相容性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通常是比較建議各位就是用 相同版本的AE 來做 開啟或者是變起的動作 這樣相容性會比較高 以防萬一 這是一個 這是 如果你做完 它存起來 就是我們上面這個 檔案名稱 叫做AEP Apple Effect 和Jet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 有了專案檔 當然我們要把它輸出成影片喔 因為我們 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AE專案檔 它裡面可不可以有多個Competition 可以嗎 我今天電影裡面有這一幕 A幕 B幕 C幕都有 那你最後要輸出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只要這個 這個影片輸出就好 或是這個影片輸出 好所以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選到 你要輸出哪一個合成 就是叫做Competition 你先選好 你要輸出哪一個Competition 選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邊 它有好幾種方式可以輸出 還記不記得上次六組員怎麼輸出 上一個禮拜的時候 它是不是從這裡來 不過它用的版本 Mac的版 跟我們這邊有點不一樣的 它叫做Mac Movie 那是比較舊版本的說法 那新版本它現在叫做Free任的 在這邊 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請你先存檔 請你說 請你存起來 看你要叫什麼名稱 我把它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好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好 我給它一個名稱 可是你可能會有點疑問喔 這種方式是比較 傳統的方法 當然也是用在新的 可是 你有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這樣有點混淆 你有沒有發現 它好像只能存成API 如果你是Mac的 它預設只能存成API 但是呢 進去之後才可以改 進去之後才可以改 所以 我先把它存在這裡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跳出一個叫Random Queen 就是 輸出的序列 好 找到這邊 預設它就是用最佳品質 就從這邊 你看它是用最佳品質 有沒有 Quanty是 Best 對不對 用最佳品質輸出的 這個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 下面這兩個各位講的 這個地方 沒有人規定只能API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存成API 可以從第二個 有沒有 Upboard Module 這個 你可以按下這個地方 按下去 你就可以從上面這裡 是不是可以選擇其他格式了 影片的主要就是API 跟 Creetime 那麼你也可以變成所謂的 Sequence 叫做連續圖檔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聲音的部分 那我今天變成一張一張圖片 是可以的 比如說你想到Foloshop裡面在做編輯 就變成Foloshop的 Sequence 這樣也是OK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做改變 那我還是強調 這是比較傳統的方法 好 然後好的之後 你看 再 老師變巧之一點 這條門叫任的 這樣子就可以開始 把你選到了這個 Competition合成 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等到他這條線跑完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檔案 不過因為 它是用最佳品質 所以 這個其實是不壓縮的 你看看我們剛剛是只有10秒鐘 等一下你等他跑完 來看看他到底檔案多大 應該會有 可能有一區 或者是 幾百名檔以上 好了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好 這樣檔案多大 2.31區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是用最好的品質 完全不壓縮 那這樣就原汁原味 所以如果 你覺得 你的影片 你要用最好的品質 但是呢 這裡又不是你最終的場合 也許你想要拿到什麼 Premiere啦 或者像微地導演之類的 剪接軟體 可以用剪接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 就有點像 你拿PSD AI VPN 這樣有概念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Adobe 其實也有一個 內建的 轉檔工具 你們只要裝了Adobe軟體 你看看 左手邊 左手邊 都會有一個叫做 M開頭的 Media Encoder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同學曾經用過這個 好像比較沒有 對不對 感覺起來 他好像是多餘的 這個是 Adobe官方 幫我們用來做 影片的轉檔 那他是官方的工具 那他是官方的工具 所以當然 支援的檔案類型 不算非常多 可是他的好處是說 因為他跟Adobe 是屬於他官方的工具 所以相同性 是最高的 你可以 把剛剛 輸出的影片 直接丟進來做轉檔 但是這樣你不是就等於轉兩次嗎 對不對 但是這樣也可以 但是呢 他還有一個更快的方式 就是 直接從A 你看從這裡 我要輸出輸出 一樣 先選到你要輸出哪一個 像我現在選到兩個就不行 選到這一個 找到檔案 輸出 有沒有就直接打開 Videal Intoler 這樣有找到了嗎 好我用這樣子的話呢 按下去 他會把AE的轉檔檔 直接用這個軟體打開 就會進到這裡來 各位知道為什麼 我偷偷要先把這個軟體打開嗎 因為他就是慢了 所以我先打開 這樣子你會 比較省時間 有沒有跑進來了 他也可以批示喔 就是你有多個檔案 或者多個AE的 那個專案檔直接 又拖曳的丟進來也可以 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像我剛剛下載在這裡 這樣子 專案檔丟進來也可以喔 了解嗎 我剛剛只是說因為我在軟體裡面 我就直接這樣選 好 選好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幫我們輸出了是什麼檔案格式 用H.264壓縮 有沒有變成NP4 這樣子檔案當然相對比較小 可是 不可否認的 這樣有沒有壓縮 有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 不是最終輸出 當然就不建議 各位一定要這樣做 當然做作業是沒差啦 你就要這樣轉變 這時候他就開始幫你做這個轉換 下面還可以看到預料 這樣了解嗎 只是 還是強調一下 因為在AE裡面 如果你沒有先把這個 軟體打開 你從輸出 點開這個 他軟體打開了 再把專案檔匯進來 用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他品質 不可否認是真的 也是不錯 因為用H.264的 效果蠻好的 那我們就比較看看喔 好這樣輸出完了 你可以按一下這裡 他就會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有沒有看到 裡面還會看到一個 AE專案檔的暫存檔 就是他你剛剛 拿了那個專案檔 然後數字一份到這裡來 這個當然就不需要了 可是我們按他 請問有沒有只剩11.9MB 對於你的硬碟空間 應該有蠻大幫助的 哈哈哈 但是品質還不錯啦 那如果你覺得 我也不想那麼麻煩 或是甚至有個 因為你不是用正版的 可能 你不見得電腦製造這個 叫media report 怎麼辦 沒關係 你也可以用 退油球形式找另外的 我這邊有準備 在檔案裡面 也沒有叫 Xmedia report 這個也是一個 編碼的工具 那他是一個免費的 所以你點到他 打開之後 按這裡下載 解壓縮就可以用了 因為這個軟體他本身就有提供免免免免免的版本 好那我已經下載好了 我找給各位看一下 我下載好了 按右鍵解壓縮致詞就好 點進去 只有一個實行檔 有沒有找到 在這裡 我就點兩下打開 他可能會有新版本 不過那麼沒有關係 有沒有 好 關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找到 我們剛剛輸出在桌面上的 我們剛剛在桌面上 新資料在這裡 不是有個API嗎 也就是你 先照原本的最高品質先輸出 那你再把這個丟到他裡面來 好丟進來之後 我幫你預設 選擇 他就是YouTube的模式 對不對 然後 1920 你把你付HD 也是變成很低貨 好你現在 丟進來之後 點到他 按一個加入 既然是這種 你就可以批示了 好 加入工作之後 有沒有發現 編碼已經亮起來了 給他按下去 他就開始幫你做轉換 那麼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你剛剛 DVI這個資料起來 有沒有看到 V4 還沒轉換 等一下就轉完了 一樣是V4 可是檔案就會小很多 好OK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只剩4.89 不過不可否認 品質會比Atobe的差一些啦 但是如果你 就是 電腦裡面 沒有安裝那個 Midio Encoder 這種方式 也是可以使用 好不好 這樣知道怎麼輸出了 就是你的專案檔 自己要先存檔 那看你是要選擇 比較傳統的方式 選好的 合成之後 到 Completion裡面的 Preland 這是一種方法 就會進到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Vindicream 好這樣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進到這邊 選擇輸出 還是一樣 就是先把Completion先選好 你如果沒有 這邊就不能按 好這樣輸出的時候 使用 Midio Recorder 再沒有的 就是我們從上面 找到 S-Midio Recorder 這是外 等於是找別的軟體 來幫忙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都OK